要说历史上不是汉人建立的王朝,很多人都会想到元朝和清朝,这两个的确都不是汉人建立的政权,但是却也有人说,唐朝也是少数民族建立的,这是为何?长久以来,人们认知中的唐朝皇帝都是姓李的,自然也就默认了是汉人政权,可为什么有很多人认为,唐朝其实是有胡人血统的?唐朝真的是胡人建立的政权吗? 读历史,您是李,大家好,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 纵然汉唐在那个时代下雄距于地球喊逢敌手,大汉王朝作为根正苗红的汉人帝国,塑造起了一个挺立千秋自信的大汉民族,唐朝却也在此前的历史车轮中迈过了叠朝换代的三百余年的血腥民族大融合 然而,两项对比下,血统来源问题始终成为大唐统治者挥之不去的阴影,唐王朝的杰出缔造者李世民到底是不是胡人? 为什么唐朝统治者要追认李尔做祖宗?这两大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历代史学爱好者茶余饭后的兴趣谈资 首先,大凡对于任何朝代都有政治敏感性的话题,这种触动统治者高度敏感神经的境遇,素本即原从根本上来说都关乎九五之尊法理统治的合法性问题 譬如,汉朝治于豪强,东晋治于北伐,满清治于朱明后裔等等,皆可谓触动封建统治者神经的清平之末 同理,血统治于李唐也是不得不面临的禁忌,李唐皇室有多看重血统 唐朝立国初期为了掩饰血统混杂事实,遂以道家鼻祖里尔为李氏先祖 唐武德九年太史复义奏请废除佛法,由此福道之争拉开了长达数十年的大幕 在此过程中,佛教高僧法灵为了压制日益崛起的道教,居然对唐太宗李世民建言 老丹父姓韩,宁钱,自圆碑,龙博下剑 胎即无耳,一目不明,孤单其代,年七十而无期 岁与灵人异寿室宅上老必自约经夫,也和怀胎而生老子什么意思 用今天的话来说,你李唐皇室尊崇的李尔之父韩潜只不过是一个先天性博足没有耳朵的独眼龙怪胎 七十多岁了光棍一条,偶然的机会跟一个低贱的老婢女司通才有了李尔这个野种 法灵说完后,拓沫横飞越讲越激动又说道 灵文,拓拔达都,唐颜李世,陛下之礼,四级其苗,非诸下陆溪之流也 也就是说法灵认为李唐皇室压根非陆溪李世 而是源自殷山的鲜卑李世,然而,法灵没有注意到的是 一向以开明著称的唐太宗李世民在听到他说的这些话时 顿时脸色铁青随即大怒树木,磅独阵之仙人 如此要均礼有不数,当即之下 勃然大怒的李世民将法灵关入大狱,然后流放千里 从唐太宗李世民对法灵的态度,足见血统于唐朝统治者的重要性 那唐朝皇室的血统究竟有多复杂 我们从李唐第一位真正登上历史舞台的祖先李虎说起 李虎是西魏开国功臣八驻国之一 由于战功卓著被次性鲜卑姓氏大野氏 因此李虎也可以叫大野虎 这名字真够猛的带劲儿 李虎的老婆良氏是汉人 因此,就这点来看 李氏家族是汉人血统是毫无疑问的 只不过是文化上逐渐开始融入鲜卑化 而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祖父李炳这代 李唐家族开始拥有着最牛岳父的独孤姓攀亲 独孤家族是鲜卑三十六部落中与拓跋式齐名的名门望族 根据周书记载 其先伏流屯者为部落大人与未聚起 足见当时独孤氏的势力庞大 独孤姓有七个女儿 其中的第四女嫁于北州唐国公李炳 李炳与独孤氏育有四子 可以说这四子都是汉人与鲜卑人的混血 而李唐家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民族大换血 在李炳的四个儿子中 由于前三个儿子早轰 第四子李渊长大成人时 杨坚创立的大隋以戴州自立 而李渊的结发七子窦氏 虽名曰东汉燕门太守窦统十二世孙 但实际上窦氏的祖上是鲜卑和窦灵氏 因长期汉化 故此后改姓氏为窦氏 此后 李渊与鲜卑人窦氏生育有长子李建成 四子李世民 三子李玄霸四子李元吉 也就是说从李虎到李世民 李唐家族四代人中有三代人的血统 夹杂了鲜卑民族的血液 文化上更是充分汲取了粗犷雄浑的鲜卑草原文化 李世民的身体里更是有躺着四分之三的鲜卑血统 尽管唐朝皇室有着鲜卑混血的家族遗传 然而 唐朝天子始终将自身视为汉族身份 根据旧唐书 在唐太宗李世民甚至就曾说 容敌人面兽心 一旦微不得已 必反视为害 从这点来说 李世民早已自觉站队到汉族的队伍行列里来了 这样算下来 李世民父亲李渊四分之一凶弄母系血统 母亲斗皇后一半鲜卑母系血统 那么李世民拥有的汉族血统占比八分之五 其他民族成分只占八分之三 从血统上看 李世民毫无疑问是汉族 况且 东亚地系的民族属性 古代还是以父系为主 匈奴缠鱼跟汉朝公主生的孩子并不会被算成汉人 那随唐皇室跟其他民族女子生的孩子自然也不应被算成胡人 现代DNA技术也证明李世民是汉人 根据复旦大学的检测 确定拓拔鲜卑贵贵族原为遗骨的YSMP遗传类型为C2北支 而在目前的理性样本中 C2北支这个类型在理性人群中比重不大 也基本可以排除李唐皇族是鲜卑人的可能性 再看文化认同 很多人认为李世民目前立着战马 而且上午的性格不像汉人 谁说汉人就不能上午 或去并目前就立着战马 远的不说 南北朝名将为孝宽 陈庆之都是汉人 位列林烟阁的武将李靖 秦书宝都是汉人 李世民曾经夸赞李靖 靖以其三千 蝶血鲁亭 遂取定香 古味有备 足早无味水之池乙 将突厥视为鲁 毫无疑问 李世民在文化认同上也是汉人 时至今日 李唐胡人论很多人依旧会拿出陈吟客的论点 殊不知陈先生在自己的研究后 还有一个观点 李唐皇室真的姓李 真正的大也是汉化后 改姓谢 另外 陈先生的原话是 李唐一族之所以决心 盖取塞外野蛮精汉之血 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 旧染祭除 心机重启 扩大徽章 遂能别创空前之事局 他认为 鲜卑等民族的贡献 是给魏晋玄学下的嬉皮士们 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起到了黏玉效应 让汉人在变化中为了生存而变得强大 由于与鲜卑等民族经常接触 李唐皇室喜欢部分鲜卑习俗与文化也很正常 从最崇高的角度看 中国的历史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一起创造的 这让中华文明既具有传承性 又具有多样性 从文化上 李唐更是汉人本位无疑 不但自己多次承认自己汉人的身份 独孤氏 斗氏和长孙氏也是汉化程度极高 李世民贞观时期对外的政策表面上是平等的对待胡人 但这更多都是口头上的 事实上 突厥人当时就是李世民的炮灰 在解决协力可汗之后 李世民开始没打算让突厥复国 但是随着薛颜驼的兴起 李世民毫不犹豫支持他们复国 是为了让他们与薛颜驼战争 李唐从始至终坚持汉人的本位政策 唐太宗时候 法灵和尚说唐朝皇帝是先卑后裔 结果唐太宗说 正砍你头 看看菩萨保佑不保佑你 法灵和尚及时认错 到了砍头那天 说不念菩萨 只念皇上 于是唐太宗皇恩浩荡 把法灵流放 老和尚死于途中 当时的法灵可是大名鼎鼎 要是换了别人死一户口本 都不是没有可能 其实这种血统论 其实是很无聊的 日本武士经常是别家过忌的 土耳其苏丹的母亲 很多都是基督徒出身的女奴 乱说苏丹他妈不清真 分分钟脑袋搬家 哈萨克苏丹是成吉思汗后裔 但是乱说 人家是蒙古人 也是要分分钟被砍死的 英国 沙俄王室是德国人 西班牙 瑞典王室是法国人 又怎样 沙俄时代乱说这种话 景局密探分分钟 送去西伯利亚和大自然亲密接触 所以综合唐朝人的观念来看 对于唐朝宗室来说 自然而然要自我认定 自己是汉人 毕竟 唐朝君主奉行儒家文化 同时占据中原 虽然李世民破坏了嫡长子继承制 但是李世民在之后 依旧维护嫡子继承制 比如李世民的嫡三子李制 和数子李克相比 李克更适合当皇帝 但是李世民考虑维护嫡子继承制 还是坚持让李制做了自己的继承人 结果 因为李制的失误 导致大唐朝正一度落到了武周手里 当然客观来说 唐朝确实有不少风俗属于胡人风俗 其实这些只是南北朝时期 民族融合的一种反应 并不能说明唐朝皇帝是胡人 总之 和胡人通婚 奉行部分胡人习俗 从主体来说 这并不影响唐朝皇帝的汉人属性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 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顺手点个订阅 你小小的订阅 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 后评订阅 距πό 人觉得热射 é 再来 2 3 4 8